Hello 大家好 最近凍了很多 你們有沒有開始收拾衣櫃的衣服出來 不然沒有衣服穿 我今天都披了很多件衣服 所以有很多層面 但身邊有沒有發現 多了很多突然又要吃羊腩煲 又要吃雞煲 又要喝薑茶的補身檔 開始出現了 其實是有的 因為我連信息都收到有人問 醫師如果我每天喝米水 可以在裏面想潤一點 可以加一些雪梨和桂圓 其實我已經回答了 雪梨可以 想潤 但不如再加蜂蜜 至少屬性平和一些滋潤的作用 但桂圓和紅棗我就有些保留 因為我不知道體質是怎樣 所以真的不是人人適合喝 我們今天可以講一下 究竟甚麼人會適合補 甚麼人又不適合補呢 我們今天可以講一下 為甚麼有些人溫補完之後 便會覺得舒服了 但有些人吃完溫補完之後 便會覺得不舒服了 以及會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症狀 首先講甚麼是溫補 其實很簡單地吃了一些 熟性偏暖或偏熱的食物 已經算是一種溫補 所以很簡單 任何食材都可以做到 不需要特意好 一定要下下羊腩煲 藥膳雞煲 或者有些 深熔海味 不需要這樣的 你可能每天吃南瓜都可以進行溫補的作用 或者喝糯米粥 加一點糖心 都是溫補的食物 所以這些已經是補了的了 拿我自己為例 我也是算夜睡的 另外我又喜歡吃東西 會加一些辣椒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我真的再喝一碗雞湯 我真的發生了 上次去媽媽回去喝湯 我就喝了他們煮的一個雞湯 之後就會出暗瘡 和敏感 和粒粒 這樣就出來了 所以我就是一個 雖然我平時是很怕冷的 但是我有 但是我就是不適合溫補的人 我就要首先 如果你是有這樣的症狀 首先要找中醫師調理你的症狀 然後才去進行溫補 多數有甚麼人溫補完之後 會覺得舒服了 通常他們都是屬於一些 體質偏虛寒 又或者氣血虛弱的人 又容易 就是蓋多少張皮都覺得冷 手腳冰爛不得止 又會很喜歡喝熱飲 這一款 喝完一些溫補的食物 都會覺得舒服了 有甚麼人吃完溫補完之後 會覺得不舒服 通常都是偏陰虛 或者濕熱 或者本身身體是有偏熱症狀的人 例如一些平時很容易有喉嚨痛 或者很容易便會腿頭才發現 這些因為身體都是有些熱體入面 又或者我這些 喜歡夜睡 但是又會吃辣椒 加強這個陰虛火王的症狀的人 這些就不適合溫補了 飲食以外 其實還有一些生活的小貼士 是可以幫你保暖的 就是在室內那裡 開定一個暖風機 讓你不會再繼續凍的時候 繼續好傷你的陽氣 另外你逛逛逛 外面也可以站在有太陽的時候 吸收一下太陽 讓你自己幫補一下陽氣 另外穿衣服也有一些小貼士 就是最重要的保暖部位 就是有頭、頸、腳和腰 都是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很怕痛 就算穿條裙子 我都建議你一定要穿條襪 這樣就會暖很多了 另外如果你穿件大開領 就要記住要戴上頸巾 又或者如果是小頭髮 最好戴上帽子 好像蓋住了 陽氣就不會散走得那麼快 又有很多人會覺得 睡覺的時候不知為甚麼 一蓋完皮之後 等很久都不會暖的 其實睡覺蓋皮都會有技巧的 就是你首先蓋上毛毛皮 即是畫毛毛毛絨皮 然後再蓋上你平時的臉皮 這樣就立即保暖快很多 Merry Christmas 今年聖誕節 恰恰先為你送上最暖心的聖誕禮物 質地軟綿綿又舒服 最適合凍冰冰的天氣 小毛煎軟熟又滑烈烈 不單止小朋友睡覺的時候夠溫暖 在上一個人的時候 都可以一樣暖粒粒 恰恰先雲朵鋪枕 暖戰聖誕套裝登場 限量發售 賣完即止 還有即蔥米水和紙包米水 是不是很想要呢 如果大家不清楚自己的體質是甚麼 就可以喝一杯熱飲 或者一個屬性平和一點的暖湯 都已經可以 因為最重要都是平時吃東西 要戒生冷和寒涼的食物 例如如果之前很多人都喜歡吃小米 就會覺得很健康 很養生 但其實它是屬性偏寒涼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不要吃那麼多 就可以吃白米或者糯米 也可以的 另外水果又要小心點選擇 火龍果奇異果這些都是屬性偏寒涼的水果 所以可能吃一些赤梨子或者蜜桃 這些就比較好 另外如果有喝米水的 就可以在米水裡加一些黑豆和黑芝麻 又或者直接喝我們的植米水 微調生活和飲食的習慣 已經可以加強保暖 不用每次都保到盡 令到自己有爆瘡 喉嚨痛 生肥脂等等這些症狀 聖誕送禮物 怎麼送呢 就是首先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還要按鈴鐺 你才可以第一時間看到我們的影片 然後再在我們這條YouTube影片下面留言 分享你的保暖小貼士 然後講得最好的三位 我們就會選他出來送一份聖誕禮物給他 記得在YouTube留言 Bye 謝謝 不用每次都保到盡 令到自己有爆瘡 生暗瘡 爆瘡和生暗瘡 是的 你們還好煩